- 美国在12月2号,今天是12月9号,公布了,美国在加州第42区公布了这个美国新型的B-21隐形的战略轰炸机,美国在从明年就要试非,它只是公告出来,大家看出来这个,这个,它是非常流线的,非常后现代,这是第一架, 美国第六代战机,第一架,第六代,我们可以看到F-35或F-22逆中,是第五代,第六代出来了,它可以有人驾驶,两个政府驾驶,也可以无人驾驶,造价美金7亿美元,你折合新台币,折合新台币,你乘以30,210亿台币才能买一架,如果要去算,如果要去算,它整个研发成本,还有整个的相关的设施, 测台啊,一架,那就是20亿美元,不是7亿,20亿,那相关的这些周边的设备厂房,什么通通都要算进去,包含人力都要算进去的话,那你这样摊提,那一架,二十亿,美国目前已经产生五架,一架就是静态测试,另外一架做非测,另外三架,就开始要做量产的这种,这种,这种,这种初级战备的测试,是这样,它现在已经做出五架, 以前都说做出,我们讲到做出两架就可以,没有,它现在已经做出五架,明年首飞,2023年首飞,它本来定在2022年下半年首飞,但是没有,现在已经结束了,还剩下三个礼拜,2022年走入历史,所以可以看出来,这个就是B21,为什么B21? B21在21世纪就是主力了,这架飞机它这个意思是说,我可以用到21世纪结束,美国的B52战略轰炸机用了60多年了,打完越战机到现在,到现在还在用B52这个战略轰炸机,只是它经过有些改装,有些构改,构型改良的构改,我们看出来,美国很喜欢,在这个研发的时候,它很想搞个大国旗,你到美国,到那儿,到那儿, 飞机的捧场,我一个大国旗放在那边,一个大国旗挂在那边,他喜欢搞这一套,它这个是个国族主义,国家主义,它激发它爱国心,在美国,你看高速公路,你开车,美国前面都挂了国旗,挡风剥离的后面的那个,我们讲到的后市,它挂个国旗在那边,美国很喜欢来这一个,家家夫妇也会挂国旗,美国对国家的这种支持,对军人的那种尊敬,那是, 那不在话下了,我们到美国可以做实际的,现地的观察吗,好,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是在,观众朋友右边的是B2轰炸机,B2轰炸机是逆中了,在这个观众朋友左边的是B21,B21,这个隐形战略轰炸机,这个也是隐形,你可以看出来,它这个B2比这个B21要稍微大一点,这比较大,这比较大,这比较小,你看, 这个有点像W,你看到没有,大家可以看出来有点像W,这个也有点像W,但是它这个地方,不一样的这个地方,在这个地方,两个都没有垂直安定面,没有垂直安定面,没有垂直安定面,它的逆中效果更棒,可以做核长兼备,核打击可以,长被打击没有问题,很厉害在这个地方,两个都可以用,然后如如无人之尽,几乎看不到,都逆中, 这个,它的B21没有办法超音速,它最高次音速巡航,没有办法超音速,因为它逆中,逆中你的外形就要变,你外形一变之后,你想要超音速,因为它不是最佳的气动力,它是最佳逆中,那逆中有两个,第一个结构的逆中,第二个涂料,涂层,就是你这个涂料涂层的逆中, 那你的结构要逆中,那你就要,外形就不是那么流线,你看大家可以看出来这个咪咪咪咪咪,它为了把雷达的折射回去的,雷达反射回去的,把它散掉,它这个角度就不一样,这个是它的正面,它的座舱在这个地方,它这个进气口在这个地方,这是它的,我们讲的喷口在这里,非常近,你看,它这个采购的,它这是我们可以看到, 这边写7.2亿美元,7.2亿,你看,这很清楚,它的这个综合的成本,如果每一架都要算进去的话,你是20.312美元,这是亿,讲错了,这是亿,20.3亿,这是亿,20.3亿,我刚刚讲过了,综合成本都要算进去,包含测台,备料, 还有一些备用发动机等等,统统加进去,你20.3亿美元,那这个,如果是一架的话,是7亿美元,就是210亿台币,你可以看得出来,它是非常高,而且B21,它可以,它可以两人,但是也可以做无人驾驶,无人,通通变成无人,自动化,所以这个是最先进的,这是第一架,美国第一架,第六代战机终于出来了,这是B2,两个可以,外形大家看一看,大同小异, 尤其是在这个维度的地方,尾端的地方,有点不一样,这个也是两人,你看看出来了,这个采购的单价9.2亿,这个另外一个21.3亿,这个是B2的,换句话说,我们可以看得出来,这个B21跟这个B2价格起股相当, 但是它立中效果更棒,更跨现代,可以看得出来,好,那我们现在看一下,由诺斯洛普,诺斯洛普这个公司,出产的这个B21,我们可以看出来,就可以做一个说明,这是B21,大家可以看出来, 这个是它的这个起落架,它没有垂直为翼,你从正面看,这是坐舱照,然后这是进气道,雷达的吸收的涂层很清楚,这个整个的机翼的翼面,翼上还有翼下,尤其是翼下,因为雷达是从地面雷达,由下到上,尤其是下翼面,它的涂层非常的重要, 那这个B21的,我们知道它的跟外形,整个外形整个来观察来看,跟B2几乎是外形上相似度非常的高,它的价格非常的贵,但是我们可以知道,中共也有三张王牌,千二十,千十六,还有轰二十,这个千二十,千十六,轰二十,轰二十也是逆中,轰二十可以飞到, 8500公里,也算是一个远程的战略轰炸机,但是我们知道,越后面出来的月薪,因为有后巴的优势,我会把其别人的优点,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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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优点都拿进来,我后座,后座,最后面产生的是最优的,因为我把你的优点优点优点,你都先做,你先做的话,技术都落后,因为马上就出来,按照摩尔定律,电子产品每18个月就是一个世代就出来了,一年半就出来了, 记忆体,记忆量加倍,价格减半,你看到没有,这个记忆体加倍,容量更大,但是价格减半更便宜,你手机的话,现在刚出来的好贵哦,你五年之后看看,那都便宜,可能都没人要,因为更新的了,都6G了,可能对了,到变7G了,变成这样,会不一样,都日新月异, 科技是没有封,没有封顶的,一直不断的成创突破,一直不断的研发,一直不断的进展,是一定的,我们可以看得出来,那这是,我们讲到这是B, B2的这个逆中轰炸机,我们可以看得出来,因为由它的尾段就可以看出来,由它的尾段可以做个比较,B21毕竟是,这个突击者毕竟是比较,比B2稍微小一点, 那我们看它的这个垂直照相比较图,可以看得出来,这个就看得稍微,就看得非常清楚了,这个在大家的左边的,这个就是B2,在大家右边的,这就是B21,B21比B2稍微小一点,大家可以看得出来了,B21的这个,这一个W形状,很清楚,大家又看了图片一看知道,W形状,完整的W,这就是B21,另外的,后面的有点不一样的, 还有一个小W的,大W之外,还有一个小W,这个就是B2,两个价格,它按着它比较小,但是它的载重量并不亚于它,载30公顿价勤就熟,我们到时候可以看它的载弹量,载30公顿价勤就熟,而且如无人之境,雷达看不到,穿梭自如,没办法,逆中,完全逆中,几乎, 那逆中效果,那你只要没办法发现,没办法发现,就没办法目标获得,没办法目标获得,没办法发射飞弹摧毁,没有办法,没有办法,除非你就靠目视,但是你问的,雷达没看到,怎么就靠目视,所以没有办法,所以可以说,而且它有, 这被动向位这样的雷达,你一搜索它,它被它知道,它收到,收到信号,你过来了,你还没有发现它,它已经发现,你在发现它,你在找它了,因为它被动向位,收到了,你的信号出来了,如这个RWR像, 后来你看一下,雷达 receiveRWR,雷达 receive,雷达这个些都信号收到了,那你到信号的时候,它就会产生一些,一些警告就出来了,它的雷达��器就作用了,雷达情告系统就出来,所以我们一看得出来, 它的是虽然比较小,但是它这个载通量并没有少,好,我们再看一下这个最后一个,这个做比较, 這邊是我們講的B1B 這個是B52戰略轟 我剛才講了 這個已經打過越戰 這個已經出場已經60多年 那這個地方是B2 那最後面那個B21 B21 那個B2 但是我把這個三個做出來 才會有B21 先有B2才有B21 科學都是不可能 就是從零到有 它都是不斷地來突破突破 大家可以看 這個B1B是第一個超音速戰略轟 它可以後略 它是可變機翼 它當超音速的時候 它機翼向後後略後略 後略之後 它的在超音速狀況下 它的阻力最小 所以超音速效果最棒 它可以去執行戰略轟炸 146英尺的長度 這159的長 我們講它的長度 我們可以看它的寬度 寬度的它158英尺 你除以3 它寬度就是50公尺 相當大 50公尺的機翼的長度 相當大 那我們看B2才172 也是相當大的 看到沒有 它相當寬 相當寬 但是它沒有那麼的 它是比較窄 它機翼非常的寬 非常的寬 但是它非常的短 看到沒有 它只有69英尺 換句話 它這個前後的機身的長度 也只有23公尺 但是它的機翼的長度 我們換上公尺的話 將近60公尺 因為你除以3 你除以3的話 就是50 這個58公尺 58公尺就是172英尺 你可以看得出來 這個實體 這個按照比例子大小 這是什麼最大 還是比52戰略轟炸機最大 你看它的翅膀 看它的機身的長度 看它的機翼 看它的長度 它有8個發動機 右翼有4個發動機 左翼也有4個發動機 總共8個發動機 這個戰略轟炸機 它可以載彈量 我們可以看得出來 載彈量可以載35公噸 這邊講到的 7萬磅35公噸 它的載彈量20公噸 20公噸 那我們講到B21 20公噸 然後這一個 我們講B1 這個超音速的戰略方式 這個沒辦法逆中 它4個發動機 右邊2個發動機 左邊2個發動機 4個發動機 它超音速 它的載彈量 這個37公噸 37公噸 這個載彈量35公噸 載彈量 B53的轟炸機 35公噸 這個載彈量20公噸 B21 20公噸 它體型比它小 但它載彈量並沒有差 而且全力中 幾乎全力中 雷達看不到 它講到 我這是全力中 幾乎全力中 你要雷達想要發現我 沒那麼簡單 它都做過驗證 它的塗料把你雷達波通通吸掉 雷達你拿那個強波雷達 我看它這種 看看量子雷達 搭配地波雷達 你有天波雷達還地波雷達 你量子雷達搭配地波雷達看看 可不可以抓得到 我這個因為這是科學的東西 我這邊不敢講 但是你加上量子雷達跟地波雷達 讓你要專門抓逆中 但是問題是德高 這個 這個德高 道高一尺 魔高一丈 它的逆中 你再強會給你吸掉 別人這樣 所以它的維修的成本 後勤的成本 是非常高的 這個我這邊 把這個B21 這個高次因素 它沒有辦法扯 高次因素 所以說逆中轟炸機 給它們做接導 而且它核長兼備 將來可以做滲透攻擊 核打擊它也可以 他們掛滿核彈 到做眾生攻擊 這三個 一個是我們講到的彈道飛彈潛艦 核子動力彈道飛彈潛艦 另外一個陸基式的彈道飛彈 發射機發射 另外一個就是講到戰略轟炸機 那戰略轟炸機 右邊的逆中的你怎麼去發現 是一定會做的 你怎麼去發現 要不得動 是不能改善 那就大家怕還是 可以換去吧 小明星 也是因為 那個牧場 都可以去試試試看 甚至是 好 8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